字幕視頻 字幕視頻 哈囉大家好我是葉東烈 今天要講動漫是 《咒術回戰》 上個禮拜所播出的《色谷事辨片》 直接讓第二季的整體評價又再次上升了一個長次 那首超模型的主題曲配上場面溫馨的OP畫面 簡直叫人看的相當津津有味 上一集劇情竟然到機械玩 駕駛 機甲 對抗 真人 想不到在《咒術回戰》裡居然也會出現大機器人這種東西 當時在看漫畫的時候也著實嚇了一跳呢 不過在公司書裡有提到過 作者純粹就是為了想讓大型機器人出現在劇情裡 所以才會特別創作出機械玩這個角色 某方面來說機械玩也是作者興趣此然嚇了藏物呢 而相比上一集純文系的場景 今天的劇情則是充滿了打戲 且是從頭達到尾 開頭機械玩立即就賞了一發大浮砲給真人 動畫裡的爆炸效果果真不是蓋的 相當震撼 這裡動畫原創了舊級機械玩仰天長笑的模樣 看來是致敬了美版哥吉拉的場面 雖然這發揪力炮彈威力相當驚人 但畢竟真人免疫物理傷害 所以即便身體受到了很大的傷害 他依然能夠恢復完全 可謂是相當的難消滅 所以真人便躍進湖中 用改變靈魂心態的能力 變成了一條巨型魚藏寧於水中 看這條魚的模樣原型是鮪魚 然後作者在第四圈的俘虜詩句說著 真人跟鮪魚的日文發音類似 但機械玩不會這麼輕易就罷休 他直接消耗兩年的咒力進行填充 向著湖面爆發出了雙重的大湖泡 引起了巨大的水花 直接將身在湖裡的真人給引了出來 但能夠免疫物理傷害的真人 可是完全不怕這種攻擊的 所以他變形出了一個巨大的拳頭 攻擊救急機械玩 力道之大讓駕駛艙內的機械玩感到相當有感 但機械玩並不感到慌張 收集過真人之教的他早已準備了 用來對付真人的物品 直劍他拿起了一個像是飾管的東西 進行速式填充 緊接著他使用了救急機械玩的手指 將這個飾管給注射到真人的身上 不似乎看起來沒有對他起到什麼作用 但隨後真人的左半邊身體就直接爆了開來 並被救急機械玩一腳踢到了生靈力 這裡漫畫其實是用巴掌的 動畫用踢的好像更加爽快一點 真人另一邊的手臂和翅膀居然被完全給毀掉了 此時他才聽覺自己的靈魂竟然遭到破壞 看來機械玩給他注射的那個飾管 讓他能夠直接攻擊到真人的本體靈魂 這裡機械玩是如何辦到的 等一下我會詳細解釋 眼見真人受到了不曉得傷害 機械玩趁是使用飛梯對真人展開攻擊 但真人立即就變成一隻老鷹快速逃離的險境 還真的什麼都可以變啊 這也太驚人了吧 一旁的夏侯傑看到真人落入的下風 不得不開始 清貝奇的機械玩為了對付真人 準備得相當完善 甚至還評價他的周力輸出到達了特級水準 夏侯傑決定看情況再上去幫忙 所有機械玩填充了5年份的周力 當究極機械玩身上發出了5刀追蹤炮彈 攻擊真人 這一段真人在閃躲追蹤炮彈的場面相當流暢華麗 不得不說製作組真的特別擅長這種具有超強張力的作畫 而且這裡還原創了漫畫沒有的行結 真人在閃躲炮彈時會因因地形的情況 而變成各種類型的動物來進行移動 這動物也太多種了吧製作組真的是我的神 所有真人躍上了空中 將手臂變成一把利刃切斷了究極機械玩頭部的陷路 這裡也一樣是動畫原創的打戲 但他依然遭到了機械玩移技重拳轟擊 眼看對真人起到了效果 機械玩又立即取出另一個飾管 進行速式填充 而這個飾管他擁有4個 剛才用掉了一個現在正要使用第二個 機械玩信心滿滿打算對真人繼續注射飾管 並且心裡期盼著一定會活下來再次與進度高中的同學們見面 然而這個flag真的立得太明顯了 下一秒真人便使用了他最強的能力 領域展開 自閉圓盾國 無數巨大的手掌將機械玩給徹底包覆了起來 自閉圓盾國在動畫裡所呈現出來的效果實在是太震撼了 而被關進這個領域裡 意味著自己的靈魂掌握在敵方的手上 此時的真人可謂是已經勝券在握 所有他充滿自行的對機械玩發動了無微轉變 接近一瞬的時間便讓機械玩連同大型機械人失去了動力 所有真人向機械玩說著 你以為我會不敢浪費咒力來開領域 距離萬聖節可還有十天了 這期間足夠自己慢慢恢復咒力 看來在萬聖節這一天 真人和小姐準備要幹一番大事 話說現實的萬聖節也就是下個月了呢 然而真人歡迎剛落便遭到機械玩用宗旨貫穿了身軀 真人感到相當意外機械玩在他的領域中招居然沒事 原來機械玩在機械人的體內發動了封存在室館內的術士 而這個術士便是新陰流 簡易領域 機械玩將他變成了可攜帶式的術士道具 相當於伯仁傳的科學冷具 而簡易領域這項能力由來是這樣的 在PS 時代這個咒術的全盛時期 術士如無真鋼 為了讓其徒弟擁有自保能力 因而創造出了簡易領域這個招式 之前三輪俠曾經在京都交流會上有使用過出來 機械玩估計是從他身上學來的 這裡動畫還進行原創了三輪使用簡易領域的場景 漫畫只有透過回憶來呈現而已 而簡易領域擁有能夠綜合術士的效果 剛才機械玩就是使用了第二個簡易領域在駕駛室 才成功綜合了無微轉變的效果保住了一條性命 現在貫穿了真人身區所使用的是第三個飾管 而簡易領域就是機械玩能夠摧毀真人靈魂的手段 真人曾經提到過他能夠免疫大部分物理攻擊的關係 是因為他用無微轉變這個能力維持住了自己的靈魂狀態 這使得他就算肉體遭到破壞 但只要靈魂沒有損傷 肉體依然能夠自行復原 因為肉體是跟著靈魂形狀同步改變的 然而機械玩在真人身上打上了簡易領域這個術士 直接抵消了他無微轉變這個能力 少了無微轉變來維持靈魂形狀 那真人並跟一般咒靈完全沒有兩樣了 這也是機械玩能夠直接對真人造成有效傷害的原因 真人在被機械玩貫穿身去後 身體立即爆裂開來直接化為了塵煙 而領域自閉原盾果也在真人消失後同時解除了 機械玩為自己的勝利感到相當的缺悅不已 看來自己真的能夠以這副模樣跟大家再次見面 而現在的他只要將另一個敵人夏尤傑給擊敗就行了 就在機械玩即將對夏尤傑發射下一發大浮砲時 突然他的駕駛長遭到一個碩大的鑽頭給破壞 隨後真人出現在他的眼前露出了恐怖的微笑 果然剛才那一集並沒有成功的殺死真人 這裡真人的模樣極其詭異可怕讓人勝利不逝 其形態看起來就好像人襲蜈蚣一般 難道這是一種致敬 連看真人沒有死機械玩即忙拿起最後一個簡易領域向真人吃去 這裡動畫又原創了一段新的場面 機械玩召喚出了另一個機械玩傀儡幫助自己作戰 既然是動畫原創 理所當然做畫一定相當的驚人 而真人也毫不甘示弱同時伸出手 準備對機械玩進行攻擊 就在雙方即將同時攻擊到對方之時 隨後鏡頭一轉就來到了三輪這邊 此事的他正在默默跟機械玩聊著心事 他表示自從上一次棒球交流會結束後 兩個高專的關係明顯變得更好了許多 他非常喜歡這種與人和樂相處的感覺 因此三輪也想要與機械玩打好關係 他知道機械玩很少真正與人接觸過一定很寂寞 所以他決定找個時間去探望機械玩本人與性疾 三輪果真是一個非常溫柔體貼的女孩 但這個Flag也立得太大了吧 鏡頭轉到戰場這邊 究極機械玩已經徹底遭到的迫害和變形 裂縫中還流出了大量的鮮血 可想而知機械玩輸了 而且死得極其淒慘 想不到他當初對三輪說的那句 自己先睡一下 既然真的成了最後的道別 一想到這個 就連連感到很難過 原來真人使用了一套障眼法 成功騙到了機械玩 他故意在機械玩發動舒適時 同時間進行了自爆 並且隨後立即解出了淋浴展開的狀態 當機械玩認為他已經徹底陣亡了 再找時機對他進行下手 這個真人果然相當陰險和狡詐 而且戰鬥智商非常高 重點是他舒適熔斷的時間未免太短了吧 真的太不講道理了 處理掉了機械玩後 真人和夏侯傑準備著手幹大事了 時間是在萬聖節這一天 而目標則是位於東京都內的澀谷商圈 為此他們還準備好了 主托式的杖 這裡我來解釋一下什麼是主托式的杖 其實這個物品在第一季交流會中就有出現過了 它是外表像個釘子的東西然後被輔咒包覆著 由現在這個小姐所製造出來的一種咒物 普遍我們見到的杖像輔助監督召喚出來的這種 是比較沒有門檻的相當容易召喚出來 而交流會出現的那種可以阻擋五條烏金爐的杖就是附加條件的 門檻就相當的高沒有天賦的人可沒辦法學會 但主托式的杖可以存取附加條件的杖 所以任何人持有這項東西就可以弄出附加條件的杖 方法是只要釘在地上唸出炎鈴就會自動釋放了相當的方便 看來敵人對此次射谷事變的行動準備得相當齊全了 我看接下來正派的一方將會面臨一場很大的危機 目前敵人也在射谷地區布置下了非常大型附加條件的杖 用來將射谷區域的所有民眾給困住作為人質 而他們唯一的條件就是要高專把五條烏給交出來 究竟無敵的五條烏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盡情期待下一集他的表現 射谷事變從頭到尾都是無止境的高潮片段完全沒在冷場的 我相信製作組絕對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今天就講到這裡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個訂閱 並且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鐵鐵鐵鐵 我們下次再見